女孩走进一处房间,看到了惊悚的一幕 只见一个全身赤红,长满笼包的女人躺在床上 女孩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 结果下一秒,对方突然睁开了眼睛 手指向地上的匕首,似乎是想让女孩送自己最后一程 女孩最终照做,帮女人结束了痛苦 女孩名叫玛丽亚,现在的她处在一个末世环境下 在未来世界的某天,出现了一种顺着空气传播的病毒 几乎是一夜之间,病毒就席卷了各个国家 玛丽亚所在的美国也不例外 人类感染病毒后会出现全身性溃烂 感染者痛苦不堪,玛丽亚之所以没被感染 可能是因为自身存在着抗体 像玛丽亚这种幸存者,外面的世界还有不少 大家在末日环境中艰难求生 除了生存挑战外,玛丽亚还需要躲避街上出现的白衣人 他们是政府高层的走狗 利用声音探测器捉拿像玛丽亚这样的幸存者 带到地下堡垒,研究对抗病毒的疫苗 凡是被抓走的幸存者 毫不夸张地说,直接变成小白鼠 没有自由可言 这天,鸡肠鲁鲁的玛丽亚来到一户人家寻找食物 一阵翻箱倒柜,只找到几个猫粮罐头 现在的她也不管猫粮不猫粮 揭开罐头,大快躲一起来 现如今能填饱肚子,比什么都强 对于玛丽亚而言,这仅仅是个开始 她需要不断地寻找食物 所以吃完猫粮的她,再次踏上寻找不给的道路 期间,玛丽亚遇到不少被病毒感染的人类 她总会好心地帮对方解除痛苦 一日,玛丽亚在一个大户人家里找到一盒苹果罐头 她满心欢喜地打开,却发现已经坏了 但玛丽亚还是强忍刺鼻的味道 拿起苹果往嘴里塞,结果就当场秃了出来 坏的东西可是真的不能吃 虽然玛丽亚处处小心躲避白衣人 可这天还是被对方发现 玛丽亚拼了命地逃跑 白衣人手握声音探测器进行追踪 玛丽亚跑到荒野,跳进一处土坑里躲了起来 大气不敢喘一口,这才侥幸摆脱追捕 白衣人并没有因此放弃 而是每天驾车在小镇四周转悠 寻找玛丽亚的行踪 逼得她只能暂时远离小镇 寻找新的安全之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长途跋涉 玛丽亚来到了一个新的小镇 这里依然不安全 但没有办法,玛丽亚已经一天没吃饭 饿得前胸贴后背 只能冒险进入寻找食物 没想到,刚走进小镇就被白衣人发现 关键时刻,一位幸存者突然出现 带着玛丽亚藏于垃圾桶里 这才摆脱了追捕 幸存者名叫小美 随后,小美带着玛丽亚回到自己的住所 做了一顿意大利面 后者狼吞虎咽起来 小美对玛丽亚明显有戒备之心 毕竟在这种末日环境下 人心是最险恶的 同时,小美也看出 玛丽亚连最基本的逃生技能都不会 所以并不打算让玛丽亚长住 明天就让她走 玛丽亚难得碰见幸存者 并不想离开 但小美明确告诉对方 她不想因为玛丽亚而被百亿人抓走 换句话说 小美还不想死 眼看对方态度如此坚决 玛丽亚也不便多说什么 小美心存善意 打算帮玛丽亚寻找一些 基本的生存物资以及补给 小美出门搜寻食物 留下玛丽亚独自在家 她在临行前 交给对方几块泡沫 以及几瓶浇水 让其沾到鞋上 从而达到静音的效果 小美心灵手巧 很快便完成任务 在房间里闲逛 意外发现了小美的身份证 得知她跟自己一般大 玛丽亚此前是一位美术生 为了给小美留点东西 她给对方画了一幅肖像 留在桌上 小美这边在房屋里 找到一些食物 以及一把手枪 看搜寻的差不多了 她立即返回自己的住所 把手枪递给玛丽亚 告知对方在外面 不管是遇到幸存者 还是百依人 第一时间开枪射击 毕竟外面的人 可不像小美这般善良 生吃人类就为了填饱肚子 玛丽亚还想争取留下来的机会 奈何小美态度坚决 无奈之下 玛丽亚只好带上食物离开 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 经过昨晚有人陪伴的生活 玛丽亚这一走 小美多少有些寂寞 在这种环境下 能有个人陪伴 那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 小美经过一番思考 再加上看见桌上的画像 亲一横 起车出门 追上玛丽亚 将其带了回来 小美给了玛丽亚一个周的试用期 如果这段时间 玛丽亚能拿出自己的作用 那便继续留着 反之还是离开 当天晚上 小美为玛丽亚洗澡 换了身干净衣服 然后向她传授基本的生存技能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玛丽亚简直变成了家庭主妇 她负责收拾家务 洗衣做饭 小美则全身心出门 找寻生活物资 慢慢的 两人之间变得不可分割 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可惜这种好日子 并没有持续太久 这天玛丽亚无意间 在家中发现一个八音盒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她来到卫生间 开启了八音盒 结果就是 音乐声被白衣人捕捉到 杀到了小美家中 玛丽亚见状 拿起小美自制的信号弹 冲出家门逃跑 白衣人开车紧追不舍 玛丽亚为了躲避汽车 直接跑进荒野里 这下汽车进不来 白衣人只能下车追击 玛丽亚则趁此机会 向天空中发射了信号弹 警示在外面的小美 家中已经不安全 随后玛丽亚便继续逃跑 最终躲进一处牛棚里 才侥幸摆脱了追捕 小美看到信号弹 意识到不对劲 急忙骑车往家回 没曾想 半路上跟白衣人撞了个正着 她第一时间汽车而逃 跑进旁边的原野 原以为能就此逃过一劫 起料竟有白衣人埋伏在此 一发麻醉枪射中了她 很快药效发作 小美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这时白衣人上前准备带走小美 危机关头 玛丽亚突然出现 为了救人 她对着白衣人 砰砰就是两枪 跟着凭借瘦小的身躯 把昏迷的小美拖到安全地点 直到晚上 要效过去的小美才醒来 得知玛丽亚为了救自己 杀了白衣人后 她十分感动 自此两人之间的关系 算是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不久一架直升机从空中飞来 小美急忙熄灭火堆 带着玛丽亚逃跑 两人借助夜色 成功摆脱直升机的搜查 第二天 他们来到一座小镇 找了一栋豪宅进去 寻找食物补充体力 吃饱喝足 小美带着玛丽亚在别墅闲逛 意外发现一辆疯田跑车 小美欣喜若狂 决定就驾驶她逃跑 前往另一个城市 彻底摆脱百亿人的追捕 小美找到汽车钥匙 在连续尝试几次打火后 成功发动汽车 向着远处进发 可惜还没走多远 在路中间突然出现 一个拦路的女人 女人声嘶力皆地呐喊 希望小美能带上自己 玛丽亚未经逝世 就想下车救援 小美随机拦下她 跟着告诉眼前的女人 再不闪开 自己就要冲过去了 很明显 小美并不相信眼前之人 她很可能是强盗 女人见计谋没有奏效 立马露出了本来面目 从腰间掏出手枪 威胁小美下车 小美本来是想 一脚油门冲过去算了 但没想到 女人并不是一个人 下一秒 她埋伏在周围的 从里举枪钻了出来 事到如今 小美两人也只能乖乖下车 两个男同伴一看到是女生 眼都要绿了 说什么也打算先爽一爽 再送两人上路 遗憾的是 他们明显小瞧了小美 此刻她的腰间正别着一把刀 趁身边强盗不备 小美掏出匕首 刺入对方搏梗 跟着夺枪与其他人展开互射 混战中 玛丽亚不慎被击中倒在地上 小美冷静应付眼前之人 她先是一枪毙了女人 跟着借助汽车当作掩体 与另一人玩起了躲猫猫 关键时刻 小美发挥聪明才智 趴在地上 从车下击中了男人的脚腕 对方倒地的瞬间 小美再次补上一枪 郑重对方脑门 宋奇领了盒饭 解决完三人 小美急忙跑去查看玛丽亚的伤势 好在只是擦伤 并没有大碍 两人刚准备喘口气 周围听到枪声的白衣人驾车出现 迫使他们不得不再次逃跑 小美搀扶着玛丽亚 往灌木丛中奔跑 白衣人下车 掏出麻醉枪开始瞄准射击 结果都是人体描边大师 射了那么多发 一发都没有中 简直枪水都不能再水了 最后可能是导演实在看不下去 让玛丽亚中了一枪 眼看药效即将发作 玛丽亚让小美不要管自己 赶紧走 毕竟能跑一个是一个 小美思考片刻 选择丢下玛丽亚 独自前往逃跑 白衣人依旧没有放弃 继续瞄边射击 这时一旁的司机忍不住了 夺过麻醉枪认真瞄准 一发两发三发 直接连射三发 也是一枪没中 看着架势 我以为是个高手 不料却是个青铜 也是个逗逼 真能把人看笑了 最终白衣人眼睁睁 看着小美逃脱 然后上前带走了晕倒的玛丽亚 小美这边摆脱追兵 来到一处湖边 看着看着 咱也不知道她脑子想到了什么 反正突然下定决心 折返回去救玛丽亚 她一路抄小路 好不容易追上汽车将其拦下 车上的白衣人一看 好家伙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急忙手持麻醉枪 下车击拿 要是现在开一枪 打晕小美 一切就都结束了 可这三个白衣人 偏偏不这样做 结果下一秒 小美就从后腰掏出手枪 一言而不及迅雷之势 怒射三枪解决他们 要我说有这枪法 之前为什么要跑呢 直接跟他们硬刚多好 还费这么大劲 影片的最后 小美救下玛丽亚 驾驶白衣人的汽车 驶向了未知的远方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片名《全境灾变》 一部上映于2022年的科幻电影 故事虽然设定在末日环境下 但是一点末日气氛都没有 而且整个剧情都在挑战观众的智商 演技剧本相对来说比较烂 这里就不建议大家观看原片了 因为等你看完会发现 自己是看了个寂寞 好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